今天真的非常期待来参加智玲的婚礼 然后真的很替她开心 总算找到一个可以跟她厮守终身的男人 然后希望他们真的可以白头歇老 然后永远恩爱下去 然后天天都开开心心的 我今天不跟林志玲比 今天林志玲一定要是全场最漂亮的 所以我特地选择了一件中性的服饰 结果没想到刚刚一出现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媒体说 你今天太漂亮了 我觉得超越林志玲 我真的 我也没办法 在我遇过的所有女生当中 志玲的善良跟勇敢 都是让我最印象深刻的 没有一次她对于困难的挑战会退缩 然后能够做好的事情的时候 她一定勇于做好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觉得 如果在感情上没有一个好的归宿的话 实在太可惜了 所以当志玲让我知道她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的对象的时候 我就觉得天理真的是有回报的 所以我特别为 我觉得她不但是为她自己的幸福找到了归宿 她也鼓励了所有善良又勇敢的人 志玲恭喜 今天真的是很棒 因为在这个五色补乡 而且是临世夫妻 就是临爸爸临妈妈爱情的原点来参与这个社会 对我来讲特别特别荣幸 所以以这个男神跟女神合体的原境来祝福志玲跟Akira 今天很开心 要我讲祝福的话 其实我不太会讲 听说我是蛮狗嘴土糊糊象牙的 但是我觉得今天很感动也很开心 我想任何 祝福跟幸福 志玲都应该得到 我觉得希望她拥有所有的 所有的幸福快乐 很开心啊 今天可以来参加志玲姐姐的婚礼 那今天这个气氛很美好 会让我再次想要再婚 然后但是呢 应该是不会的啦 但我希望就是志玲姐姐 可以幸福美满一辈子 2019 11月17 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认识志玲老师 哇你看我继续跟她讲到这一句 但是志玲老师已经快18年的时间了 她是我在高中华刚义校的老师 然后我人生当中 她的唯一一场的婚礼交给我主持 我刚刚在after party问她说 老师你到底怎么那么有种 你怎么敢啊 康永哥小S黄子娇大哥 这些大主持人面前 选了我 她说因为我们一起经历过了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意义的说明 但我只能说始终如一 以人为本 这是我志玲老师教我最好的事情 可以给予给予离让 同样的我也要祝福 阿凯拉 施葬 还有我的老师 我觉得婚姻是一个teamwork 这个teamwork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要一起解决爱情不是美好的 但是想出解决一起在未来每一个挑战可能性的方案 我相信你们会是最有恒的幸福 老师一辈子幸福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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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